因為我之前 有一陣子是貧血得很嚴重 然後用那個血液夾帶 氧含量不足 所以我運動有一點受阻 就是我很多那種 有靠心肺的我都不能做 所以就那陣子運動停滯 但我吃東西就跟以往一樣 但還是不停的 身形看起來好像沒有差太多 而且你臉小 對 就好像看不出來有變胖 然後是後來就是來女大的時候 就這樣做的時候 胃很明顯這樣突出來 但我自己都還是不以為意 我想說誰拜託 這樣子凹不會有肚子啊 但是就我意外的 就是自己都被拍了一張 像這個的照片 就是我穿得比較緊的時候 你看我背後的肉 直接溢出來耶 然後就肚子 太放鬆了吧 背後真的是 背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背自己不會發現耶 真的不會發現 然後拍到這樣之後 我整個大傻眼 我想說我也沒有 就是吃東西 我都還算滿乾淨的 結果突然這個樣子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然後因為我那個時候也沒有辦法 就是 你這張照片我看無尊 應該不然跟你吵架吧 怎麼樣 可是說 說實在的 我在路上看到很多女生 如果穿薄一點的襯衫 或者是T恤 你會看到她的內衣 脊肉的那個 脊肉 對 很貼在上面 其實她自己都不知道 對 撥到前面你知道嗎 撥到前面比較難 也不知道是內衣出了問題 還是她真的肉的問題 對 然後我就量了一下我自己的 就是用InBody量嘛 我體脂很高 30 快30 但是因為我幾乎沒有到這個數字過 但我就想說 好 可能是因為運動 那怎麼辦 妳又貧血 對 又貧血 怎麼辦 所以我後來就找了一個營養師 就跟她搭配說 會不會是我吃東西吃錯了 後來我才發現是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說 大概可以怎麼吃 像營養師他就建議我 就是每一天我吃東西 我都會拍給他看 然後你測量的話 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手掌 那像我自己的手掌比較長 比較大 所以大概 好 好 這個可以吃比較多 這個比較多 對 真的 我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的手的量的話 就是變成是四份 好 需要 對 對 跟每一個人的手不一樣 真的好少喔 但你就可以用這樣子 大概衡量一下 你一天要吃多少的量 那後來發現 我其實一直以來 蛋白質都吃得不夠多 所以反而體脂變高了 就是其實 碳水攝取得太多 然後蛋白質吃得不夠 所以代謝會有問題 然後我現在就變得 每餐吃得比我以前還要飽 因為我要吃很多大白 吃對東西 對 吃對東西 其實會非常飽 然後 因為營養 營養量夠 你身體也會 吃到那個金屬代謝率才對 對 吃到金屬代謝率 可以喝酒嗎 可以 但是要喝%數高的酒 對 然後 高粮 越裂越好 然後最好是不要是發酵的 像是什麼紅白酒這種 可能就比較胖 啤酒也是 那如果你要喝啤酒 現在有零糖值的啤酒 你可以選零糖值的啤酒 它一杯大概24卡而已 好少喔 對 所以還是有 你可以選擇的方式 就可以替代的方案 那飲水的話大概就是 三天還兩天 就是你自己的體重乘以35 再加500到800 所以 像我自己的話 你就大概2500到3000 一定夠啦 所以你如果到遠一點的地方 你一整天的話 你就可能帶大壺的水 然後平常小壺的水 也就一直補充 你會發現 你變成一個藏尿型選手 這輩子沒有尿過那麼多的尿 原來我的身體就是代謝一直那麼差 就是因為我喝水量也都不夠 喝不夠 剛剛吃東西的順序有一個沒有講 就是你在吃飯之前 先喝300到500CC的水 然後從肉開始吃 然後這樣子吃 我現在已經降到快要22、23體脂 然後大概我現在進行五週 已經掉了快要4公斤 就只有乾春飲食 肉 菜 那我可以吃肉 甜點 甜點先不要 因為我大學是讀體樂 我有學過一點營養學習 剛剛吃飯的邏輯 進食的方式 其實是讓你升糖的速度變得比較 對… DGI 對 它其實是有道理的 就是你進食 就是如果你一下澱粉 一下肉這樣大吃混著吃 你升糖很容易馬上升起來 你就很容易變胖 完全顛覆我們以前的觀念 對 我也是改變了很多 但其實這樣子的話 就是你身體會覺得自己精神滿好 代謝滿好